这是我见过最匪夷所思的钓鱼方式 只见男子在竹篮子上方悬挂着一条鱼儿 然后河里的鲶鱼就争先恐后地跳了上来 结果鱼儿没吃到 反而跳进了男子设置好的陷阱里 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种钓鱼方式到底运用了什么原理呢 带着你的好奇心 我们接着往下看 只见男子事先制作好几个竹筒子 而且这些竹筒子一端是可以拆开的 然后他在竹篮子中间剪开一个小洞 把这些竹筒子塞进去 并牢牢地把它固定死 竹篮子陷阱制作好后 男子便带着钓鱼竿和鱼儿前往河里布置 原来他早早就在河里插上了竹片 而且这些竹片刚好构成一个三角形支架 男子只要把竹篮子直接放上去就可以了 为了防止鱼儿上钩后篮子会溜走 他还特意用铁丝给绑紧了 接下来就是要在竹篮子一旁插上钓鱼竿 而且要让这些鱼钩刚好对准竹筒子那个洞 不然水里的大鱼看不见鱼儿 随后男子在每个鱼钩上悬挂着一条小鱼 而且他还特意在竹篮子上也留了一些鱼儿 一切都准备好后 男子就离开了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 没想到真的有鱼涌上竹篮子 而且越来越多 这些鲰鱼估计是在水里看到了鱼儿 都想尝尝先 结果一不小心就中了人类的陷阱 这种守株带兔的钓鱼方式 我还是第一次见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这样能钓到鱼 结果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被彻底打脸了 对于这种新奇的捕鱼方式 各位有什么看法吗 是 我这种新奇的捕鱼 在这种新奇的捕鱼店里有什么看法 我还不相信这样能钓到鱼的那种 这种新奇的捕鱼 那种新奇的捕鱼 是 这种新奇的捕鱼